Windows的这个Hello的登录图标 我们每天都在接触 那如果我告诉你 三星手机上也可以改成Hello 是不是就很有意思了呢 Windows的Hello 就可以在你的手机上面 出现了 其实要做到这样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需要准备两个东西 首先呢 在更新我们WinUI 4.1之后呢 在Good Lock里面 Logstar呢 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另外呢 我也发现这跟手机有关系 那目前呢 我这台Fold 2呢 也是刚升级了4.1 之后呢 它的Logstar呢 却没有全新的一个升级 这点就比较有意思了 Anyway 如果你的手机 是这样一个界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玩了 这边呢 可以一共设定 两个不同的界面 一个呢 是我们正常的锁屏状态 还有一个呢 是一个锡屏状态 我们来点击一下 可以看到在这里的话呢 界面有了很大的变化 你可以通过点击之后呢 去把它做一个删除 或者呢 点击这中间的某一个模块 然后点击这里的四个点 就可以在这里 切换不同的时钟的类型 然后呢 在这边的图标 也可以做一个点击 甚至是把它做一个放大 缩小 调整它的颜色 另外呢 点击屏幕的空白地方呢 是可以添加一个图标的 那这个图标 同样也可以在这里做些选择 最重要的来了 我们点击这个位置 也就是它的锁屏这个位置 之后呢 点击这四个点 它这里呢 可以预设了几种不同的解锁 开锁的一些图标 然后呢 也可以切换颜色 最有意思的是 你可以通过自己制定一些GIF 然后让它来做一个改变 这边呢 也下载了几个Windows Hello的 锁定的时候 和解锁时候的一些图标 在这里呢 单独选择两个之后 就可以有这样的效果了 点击一下保存 我们再来锁屏看一下 看 就能达到这样子一个Hello的效果了 在这个锡屏界面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也是可以通过选择 这里 来选择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时钟 然后这个时钟呢 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时钟 其他呢 都没有什么区别 包括我还可以选择一些 时间的显示的方式 但是呢 这个指纹的图标 是不能做任何的修改的 好吧 这就是这次的GOOLOT的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在置顶链接 找到这个图包的下载方式 这就是这个图包的下载方式